诶 秉佳 你是不是会弹钢琴啊 对啊 怎么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要学弹琴呢 就小时候学的啊 不记得了耶 诶 不记得了 啊 就不记得了嘛 嗯 那你觉得你的人生有因为音乐而改变吗 哦 当然有啊 我觉得音乐就像是我一个朋友 当你开心的时候 他会与你分享喜悦 当你难过的时候 他会帮你分担忧愁 就像人设的避风港一样啊 诶 我觉得啊 等一下每个演出的人 背后应该也有一段和音乐相遇的故事吧 对啊 接下来他们要与观众分享自己遇见音乐的故事 和与音乐那段美丽的邂逅 第一个节目是由五亭叶带来的不一样的月光 从小就热爱音乐的五亭叶 还在压压学语的时候 就喜欢随着音乐一压压的喝着 小时候玩的玩具琴 是启发兴趣的关键 九岁开始琴 开启了一连串与音乐的邂逅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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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